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上映的《澳大利亚科幻冒险篇》 《我的宠户恐龙》,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意外养了一只恐龙的故事 杰克生活在一个美国小镇的单亲家庭 有一群要好的朋友,还有一个爱欺负他的哥哥 他沉迷于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而不喜欢学习 这天他偷偷溜出家门和朋友们到森林探险 朋友们一心想要到森林里探寻外星人的踪迹 然而一番寻找并没有找到任何外星生物 只看见一朵花上面有会发光的奇怪年叶 同型的小女孩艾比好奇地将年叶收集起来 结束探险过后,杰克悄悄溜回了家 结果被妈妈发现,锁在房间不准出门 艾比带着收集的年叶来找杰克 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年叶呈现着五彩的颜色 艾比刚想做进一步的研究,就被一通电话叫走了 只能把研究任务交给了杰克 杰克看着一堆的年叶药水和笔记 不知该从何下手 这时哥哥又闯进了他的房间 二话不说,就拿起年叶瞎弄 还撒了一桌子 杰克生气地赶走哥哥 不小心碰到了桌上的奶茶 奶茶和年叶混在了一起 但生气中的杰克并没有在意 倒头大睡了 晚上杰克被奇怪的声音惊醒 起床查看,发现桌上居然有一只小恐龙 小恐龙躲到了角落里 只留下一串发光的脚印 身体也在不断变换颜色 杰克用糖果终于把小恐龙一步一步引诱出来 第二天起床 除了一团乱的房间 并没有恐龙的影子 杰克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结果小恐龙正在浴缸里嬉戏呢 杰克好不容易躲过哥哥的视线 把小恐龙带回了自己房间 之后却不得不在妈妈的逼迫下 出门去听讲座 而只能把小恐龙独自留在房间 讲座上两个男子拿出一个钓鱼时发现的怪物 没想到军方上校直接粗暴地抢走了怪物 听完讲座回到家发现 家里已经被小恐龙弄得一团糟糕 妈妈还以为是哥哥弄的 打电话把他臭卖一顿 杰克趁机把小恐龙带回了自己房间 但小恐龙打了个格 接着身体就长大了一圈 这是艾比来找杰克发现了小恐龙 艾比答应了为他保守秘密 两人一起研究这到底是什么生物 但是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 小恐龙却在迅速长大 艾比想要告诉自己的博士爸爸 两人正在争执时 杰克的朋友们来到并看到了恐龙 朋友们都害怕又好奇 晚上哥哥硬要闯进房间 又发现了恐龙 但这次哥哥为他保守了秘密 现在到处都出现了 从年夜中生长起来的奇怪生物 军方上校带人到处捕捉 而杰克藏起来的小恐龙 已经长成了大恐龙 也越来越凶猛不可控 艾比已经不小心被弄伤 哥哥想要把他送走 但是杰克坚持要留下 并训练恐龙 恐龙也的确最听杰克的话 恐龙越长越大 家里已经藏不下去 杰克不听哥哥的劝告 坚持要对恐龙负责 但他不知道的是 上校捡到杰克朋友的手机 听到他们的对话录音 已经得知杰克藏有恐龙 并带人前来搜查 杰克只能带着恐龙躲到野外 但是军方的无人机 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没想到聪明的恐龙 将无人机一一毁坏了 杰克把它藏在了隧道里 但是在回家路上 杰克发现军方 正在捕杀恐龙 恐龙也已经变得 异常巨大而凶猛 杰克冲出去 恐龙在他的安抚下 温顺下来 但是上校下令 拉开杰克 并用麻醉剂 让恐龙倒下 带走了 杰克伤心地 被妈妈带回了家 但是杰克并没有放弃 他和哥哥 以及朋友们决定 前去营救恐龙 一名警察发现了 他们的行动 但是警察喜欢妈妈 想得到两个孩子的认可 也看不惯上校的做法 决定帮助孩子们 开车带着他们 来到了关押恐龙的基地 杰克成功将被 虎化大绑的恐龙放下来 但是要效未过 他根本没办法站起来 杰克正在试图 唤醒恐龙的时候 上校带人赶来 并抓捕了杰克等人 原来恐龙是上校 进行瘟疫实验的产户 他为了自己的阴谋 不被发现 居然想杀人灭口 这时恐龙苏醒过来 救出了他们 用身体挡住了所有攻击 杰克没办法再带着恐龙离开 所以选择把他放走 上校再次追了上来 但他没想到 杰克的朋友将这次行动 进行了全网直播 他的阴谋已经被所有人看见 最终上校被抓捕 杰克等人平安回家 而恐龙变成了一只 长着翅膀的小家伙 回归自然 过上自由的生活 时不时还会回来 看望一下杰克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